这里是Santa Monica购物中心 英文名字叫Santa Monica Place 里面是三层楼的房子 经过装修的 它里面主要是卖一些衣服啊 服装啊 还有些很多餐馆 但是有人在这里 在路线坐着休闲也有 还有很多餐馆 有很多名牌商店都在里面 看音乐也好响亮啊 这里挂着气球还挺漂亮的 好吧 咱们现在到三楼上去看一看 三楼上面有很多餐馆啊什么的 OK 哦 上了三楼来了啊 看看 看看 这上面很多餐馆的 二楼也有 也有餐馆啊 看看 这些人都是 闲的 有闲有钱的人 或者也有的是休息天 哦 他们都说周末愉快 今天是星期五 是周末 2006年 有天 better A SPF 上面呢 可以看到海 太平洋 因為我對購物不是很內行,所以很多什麼名牌店我不懂的。 但是這一個店可能就是一個有名的商店,叫Lodstrom。 去到邊邊去看一看。 在這裏吃東西,然後可以看海,看見海沒有,太平洋。 那個人站這麼高,想看遠一點。 我也來站在這邊看看,是不是站得高看得遠呢? 也就只能這樣。 看到那個對面的警車在閃燈嗎? 那就是美國的警車。 美國是很安全的地方的。 你不管在哪裡遇上危險的,你打個911。 你即使不會說英文,你就說I speak Chinese, 他馬上擁有中國人的接電話、接線聲來幫助你。 在一、兩分鐘之內,警車就會開到你出事的地方。 甚至有的時候還有直升飛機在天上旋轉。 你看這邊,對面好像有兩、三輛警車都過來了。 所以是很安全、非常安全的地方。 哇,你看這個狗啊。 怎麼這麼肥啊?走著走不動啊。 這個購物中線裡面還有一些座椅啊。 還有這些盆栽、盆景啊。 這都是真東西啊。 這個樹也是真的,你看。 這個樹也是真的啦。 樹也是真的。 這些植物都是真的。 很漂亮啊。 好多啊。 這邊也有。 好漂亮哦。 小朋友就在那裡慢慢沒人管就這樣走。 大人跟在後面摔跤了他們不管的。 讓他自己爬起來。 這是不同的管理。 不同的管理方式他自己爬起來也不哭也不叫。 自己在慢慢走。 大人就在後面盯著。 蠻好看的哦。 狗狗也就在這裡來玩。 這個小舞台呢,有的時候會有人在上面唱歌啊。 表演啊。 彈琴啊。 這樣的都有的。 這就是跟Santa Monica購物中心連著的五行街。 Santa Monica三街。 在這個上面呢。 這兩邊都是各種商店啊。 餐館啊。 還有這個。 你看這裡有個流浪漢在這裡。 討錢拿個牌子。 那女生在這裡唱歌呢。 也是要一點錢啊。 得秀一下才藝啦。 唱得也不錯啦。 這個樹就叫紫銀樹。 紫銀花樹吧。 我家門口也有一顆呢。 比這個還要大。 兩顆。 我用兩顆。 剛才那個透水的恐龍是個工的。 這個呢,看起來像是個母的。 是用,可能是用鐵還是什麼打成的吧。 很多遊客都在這裡照相。 那邊還有電影院。 看看這個街頭的。 街頭賣藝的。 好像它。 這個大概都是遊客。 這是幾個遊客。 然後呢,他們都歡迎。 這一個要翻跟頭了。 你看,這一個準備翻跟頭了。 你看,這一個準備翻跟頭了。 他要往那邊跑。 你看,這一個全是遊客。 然後,大家演完了,都會給他們兩塊三塊啊,五塊十塊啦。 大方的有錢人給二十塊啊。 那個小費啊。 他們就這樣。 這個商鋪都在出租。 你看,好多都有空出來。 這個也是。 這個商鋪好像門也是鎖的啦。 這裏的租金太貴。 現在網上。 網路上面。 網上銷售的。 銷售呢。 對這些店家。 衝擊是很大的。 這小猴子唱的也蠻不錯。 沒有多少關注。 是ㄎㄧㄤ。 那一下。 一下。 如果在那裡太多, 那一下。 然後,那個問時候又有人簽。 是6月。 那句話店員說。 唱得很好聽嗎? 這裏的唱得也好聽嗎? 同样是女生 这一个是流浪汉 无家可归的人 这个女的牵两只狗 那是有钱的了 这几个小虎子在划划板 这边又有两条大恐龙 这跟刚才那两个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品种不一样 这边又有一个唱歌的 你看他们也是很可怜 也没多少人给他们钱 这又是一种不一样品种的恐龙吧 这个样子看上去 看那边还有一个 这个小一点是不是个母的呢 看那一个会不会那是个宫的吗 去看看 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宫的 去瞧一瞧 这边呢就走到三街的 从Santa Monica Place 那个购物中心出来 这就往北边 是往北的方向 走到Worchow Boulevard上面来 就三街就 步道街就结束了 步行街就结束 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恐龙 这是个宫的吧 用花编的 这个花叫魔力心 我家里也有很多 这个魔力心的 看看 那个 再往那边看 那过去 那叫Worchow Boulevard 这横着 横着的一条 对我们横着的一条 叫Worchow Boulevard 这一往远处看 还看见有山呢 在那个Worchow Boulevard 往北 过了这条街 往北那一片呢 越往北边一点 就 就是 呃 比较有钱人的地方了 有 再走稍稍远一点 就有什么 生宅大院 很大的院子的 据说那个 阿洛斯瓦辛格啊 什么 麦克杰克森啊 麦克杰克森 大概住在山上 阿洛斯瓦辛格 可能也在这附近 开车五分钟 十分钟的地方 就可以到 呃 大概都是有钱的 有民心 有名的人啊 有钱的人啊 住的地方了 那今天的三街 走到这里 就结束了 以后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